是要升国旗做国歌的 所以他的规格就已经弄得很高 格拉斯哥本身他很有传统 非常喜欢这个体操运动 所以说在这项比赛里 他也故意把整个现场弄得很隆重 好来看一下Burkey他的比赛情况 他在2004年的欧锦赛里拿到了季军 这是码头拳拳打滚三不六 他又做一个码头打滚三不六 这是挺身转体到另外码端 在码端一个位置挺身转九百 那以后反码头后一三 现在环战圈旋 转换成交叉 这是两个正交叉 第三个都是交叉转体三不六 这是环战圈旋 单换拳旋在码端转体五百四度下 他的交叉动作很高 可是他拳旋他的支撑位置也不是很高 对他从整个拳旋或者动作过程中 我感觉他好像重了一点 就是不够轻盈 没错 这个按摩动作还要做到轻盈和飘移 好好看 不过他刚开始的那个好像编排很复杂 嗯 就是前半部分 这就是应该是前半部分的回放 你看他的这个交叉多高啊 交叉很漂亮 很漂亮 他的跨部的位置很高 高于肘关节就不扣分了 当然了他比肘关节要高多了 这个交叉确实也是引起了 你导播的重视 也是反复的播放这个慢动作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Berkey的得分情况 他拳旋动作就相对来讲 支撑位置比较低 9.55 谢谢大家